來看一下,實在是不太懂,我甚至把它上面用那個黃底把它mark起來 那也就是原來我們一般習慣表示範圍都會用前後雙引號,因為用文字 文字有個缺點,就是說呢 它這個藍位的名稱它是英文的 英文不是數字,所以不是數字,如果你假設要跟回圈搭配的話 回圈它的那個變數一定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是數字,那兩邊要搭配起來 就會相對不match 所以怎麼辦,所以假設它回圈一定要數字 那不能用文字,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想一個方法,沒關係,那我改,那我改成什麼 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那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可能浪漫哥要習慣,因為像這樣比較好理解 哪一個儲存格,D4儲存格 因為大家如果以Sale習慣就是D4 哪一藍哪一列 可是Sales比較麻煩,就是說它跟原來的表示方法 剛好顛倒 先列再藍 所以變成你看這個數字,你要先列 先列再藍 所以藍在後面 另外的話,後面這個 這個的話 也要變成,因為我們要跟4儲存搭配,所以要把它改成數字 那數字的話,變成說呢 它是哪一藍 哪一藍 然後 變成說如果它是G的話 假設這個G藍 G藍的話,就變成要改成7 那後面的話,剛好 H的話,實際上它關係是7加1 所以我本來是H,H的話,我想說H要怎麼表示 那加1下一藍的意思就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表達 OK 好,那我們就其實 可以把 這邊的敘述 然後 把它分別改動 好像 上面好像少一個 上面這邊應該還有一個 上面這個應該 是Ctrl C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應該是4 4 這邊是4 那所以喔 如果你改動 所以要把它變回圈的話,第一步 要先改成像這樣的敘述方法 有沒有 把它變成數字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找出它的規律 哪個地方有規律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就是 先第一個是4 7 10 13 16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基本上 開頭是4 結束是16 OK,所以你就for I 等於4到16 那我不是 一直每 間隔一個 我是要間隔多少 間隔三個 有沒有 4加3 再加3 再加3 所以喔 後面加個step3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再把這一段程式 因為這個都重複了 所以只要call第一個 從這邊call 這邊一直到 這兩行 把它call過來 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其他應該沒改 改這邊改I就可以了 這個改改I 其他都不用改 這樣就可以亂玩 基本上大概步驟 是這樣OK 好,那我們第一步OK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其實還沒結束了 因為 我們還需要 再把 剛剛的這個 變成像這樣子 可是要怎麼放會比較OK呢 因為它目前的順序應該是限制 行政區 再郵遞區號 那可是我們現在 希望看到是郵遞區號在第1個 然後限制區 所以沒關係我們 先把那個郵遞區號先放在後面 到時候再搬過來也可以啦 所以喔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 假設我希望 下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希望看到第1個 我們中間空一個欄 空C 然後總共有3個欄位 第1欄是 限制 然後第2欄是 行政區 第三個是郵遞區 第3個是郵遞區 OK好,假設這三欄 那我希望呢 他可以 把 A跟B兩欄 變成 D到F的3 這個恐怕 你會發現 他的結構 所以啊 以後你遇到像這種 沒有 規律 你了嘛 OK 所以你的價值是把那個 無序的事情變成有序 OK 這樣子的話 你會永遠做不完的事情 所以喔 其實在什麼時候 軍人就有用 打仗的時候 那如果 和平盛事 那軍人其實就沒什麼地位了 對喔 所以有的時候啦 像我記得 最早那個時候工程 就是軟體工程是 很有地位的時候 是 在那個Windows 非常不穩定的階段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用Windows 10 用Windows 11 應該很穩的 但是你們不知道 知不知道 那時候你們 可能才還蠻小的 最早那個Windows 剛推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Windows 95 我們還沒出生 95 我們出生的時候 已經是差別了 95年你們出生了 95年出生了 可是還沒用到 對對對 因為那個時候Windows 95 處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況 就是說一定會一直不斷當機 然後一直會出現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人家戏稱說 Windows什麼時候會穩定 就是要重灌95次的時候 就穩定 而且我那時候還經過 有那個階段 那時候的 Windows要安裝的時候 不像現在 是可以從網路 可以從光碟 隨身碟安裝 以前的什麼安裝 以前用磁片 3.5吋 那個你們應該 沒看過 而且那個磁片好像要個50張 而且那個磁片很容易壞掉 所以你安裝到一半如果哪一片壞掉 那你要重來 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OK 好 所以假設我 我們今天希望可以把A跟B藍 放在這邊來的話 那當然你要想一個方法 那如果假設這件事情 你又要突發煉鋼的話 那你變成什麼 Ctrl C有沒有 然後這邊Ctrl V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 這兩個Ctrl C 這兩個貼上 這兩個貼上 應該是這邊都把它Ctrl C 貼到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向下填滿 那如果要用這個方法 那如果要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那如果要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你們可以用你們剛剛 所學的那些 Range、Sales、 迴圈 試做看看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OK 那我們也先 下課 休息一下 待會 請各位 試著做做看 好